乖啦 你也够了 一定要听我说余香的事情了 我也不逗你了 你也不许乱生气了 蓝旺基压在他身上 头枕在他肩头 魏无羡抚摸着他轴滑的长发 继续把余香练功的事情说完 蓝湛你说 我是不是太严厉了 余香今日叫来的作意甚好 理解深刻 蓝旺基刚刚批改完学生的作业 还是你最懂 魏无羡抢了进他的额头 但那是我写的 你没看出来啊 嗯 蓝旺基语气淡淡的 魏无羡忽然懂了 蓝旺基当然看出了 变着法子夸自己 他没揭穿 心里一乐又轻了一下 我是担心 他家里显然已经放弃他了 就让他随便玩 有人保护当然可以 但人哪能都靠别人 我是真的尝试过了 那时候 江家遭遇大难 我和江城师姐三人一起逃了出来 沿路追兵 我寸步不敢离开师姐 生怕一个不小心 他就遭遇不测 那时候 我特别后悔 以前为什么认为女子可以让人保固 师姐不喜欢舞刀弄枪 我就随着她 如今 他嫁去了金甲 金子轩也不知道对他好不好 反正我后悔了 明示问题并无不妥 蓝旺基没觉得魏无羡有什么不对 他也没遇到过女子哭得跑掉的情况 因为他对谁说话都一样 而大家都不敢在他面前造词 恰恰是因为魏无羡太好相处了 云香才会是小性子 他知道自己不足 只是想你鼓励他 蓝旺基道 咦 你说得对啊 蓝湛你竟然懂姑娘的心思 魏无羡有点惊喜 蓝湛说得在理 云香不是不知道自己问题 只是希望魏无羡给他多点鼓励 可蓝旺基这种说话硬邦邦的人 是怎么知道的 哼 蓝旺基闷喝一声 被窝里的手又开始不老实起来 喂 蓝旺基 你究竟还想不想让我沐浴吃饭 你这是饿了几辈子 我 竟是被施了隔音咒 果然是禁食 此日 魏无羡在课堂上迟迟未见余香 不禁有点担心起来 大小姐不会去了一个晚上吧 刚想到这里 却见一个声明走入 穿着一身紫黑色镜装 袖口扎起 一个概念的马尾高高竖起 云香一副女扮男装样子 走进课堂 坐到魏无羡旁边 华安哥哥有礼了 若不嫌我鱼顿 请客后务必再教我 客后 后山 魏无羡正要去抓鱼 不要鱼 直接练 华安你想吃什么 我安排人去山下买 云香今日信冲冲的 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哦 差人买就不必了 我是看你很久没肉吃了 给你烤条鱼 进来不用 我便不抓了 魏无羡见他一反常态 有些不习惯了 今日的余香不像往常那样 坐视没个正经 一下课就有十分郑重的 请求魏无羡继续教他 完全没提昨天的事情 衣着打扮 也不似平时娇气的大小姐 多了几分精干甚至蛮干的江湖味 但魏无羡想到了来忘记说的 也不敢随便批评云香了 反话正说 多鼓励 喝 云香一声大喝 紧奔全身的力 朝炸石头一边挥出 与昨天一样 还是一个小口子 他无助的看了下魏无羡等着哀骂 放松 你要切记 越要发力越要放松 你看我的动作 魏无羡身子往后倒 腰柔软的像一条麻绳 下腰弯成一个彩虹桥 重心稳固 无一点摇晃 又不费劲地向前一收 站着了身子 你 你这基本功 于香乱沉莫及 他从小没怎么拉过筋 莫说像魏无羡那样 大弧度弯腰 还稳稳当当了 他甚至都无法向后弯太多 身体硬邦邦的 像个硬汉子 而魏无羡却宛如胶舌 柔韧甚至妩媚 于香你要放松 要柔软然后猛然发力 身体一紧绷 所有力量还没发出去 就会散去 全部用来给你奔肌肉去了 你要练这一鞭子 一定要拉开筋脉 现在练虽然会比较痛苦 但起码可以越来越好 魏无羡的与其柔和 他经过一叶反思 觉得自己不能拔苗助长 既然资质差 只能慢慢来 是 我知道了 唉 我都那么大了 这都怪魏哥哥 云香嘟着嘴道 魏无羡好不容易 哄住了大小姐 结果又被怪罪 心想无奈道 为何这样说 魏公子做了什么 华安 你是不知道啊 我小时候练武 本来是按部球班的 虽然我也没什么天赋 但我也没什么想法 师父说练什么 我便练什么 那时候大家都只这样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训练枯燥乏味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进步又很慢 早就失了耐心 但不敢忤逆爹娘 就一直得过且过 基本功阶段很正常 也没什么捷径 人人如此 魏无羡道 我本来也以为是这样 直到遇到了魏哥哥 魏无羡若如所思 似乎猜到了点什么 怎么 魏公子难道就不用练基本功吗 对 他不用练基本功 任何武功 他看一遍就会了 我们这些子子低的 练一百次都学不回的东西 他一边抓野鸡 一边教育 天天玩就全会了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练功还可以这样 我那时候就觉得 谁也没有为哥哥好 那些要反复练功的都是笨蛋 真正聪明的人根本不用学 后来我就总想着投机取巧 到了跟魏哥哥打山机的时候 就特别积极 到了练功的时候 就特别偷懒 小时候我相信 只要我像魏哥哥那样玩 总有一天也能变得比谁都厉害 现在想想 自己是多幼稚啊 家里也没人敢说我 你昨天对我说的话 让我醍醐灌顶 我才意识到 魏哥哥是很厉害 但我不是他 我非但不是天才 就连优秀的人都算不上 魏哥哥的方法不适合我 我只能碰鸟慢慢飞 果然 魏无羡担心的就是这样 他已经猜到了 于香会这样想 事实上 整个云梦江世都这样想 甚至连江城有时候都这样想 只有他和江峰眠知道 事实并非如此 于香 我跟你说是魏公子的故事 你可愿相信我 我虽是听来的 但传话的人信息可靠 所以略知一二 魏无羡与众心肠道 我当然相信你 说真的 华恩哥哥 我甚至怀疑过 你就是魏哥哥 你是我最佩服的第二个人 啊 那 你为什么又不怀疑了 魏无羡吃了一惊 我告诉你 你可别生气 我去问过华记你的来历 他一口否定你是魏哥哥 他说 你是没有精丹的 但我魏哥哥 灵力雄浑 如今是一令老祖 更是今非昔比 你 定不是魏哥哥 是啊 我一落之书审 无缘先门 魏无羡输了一口气 他倒不是不能和余香相认 只是 他既然已和江甲化情关系 并不想再生事端 那我便和你说下魏公子的故事 两人席地而坐 魏无羡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些事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给周文的人 带来这样的误导 以前觉得告诉别人不用练 就有上层武功 是很威风的事情 现在觉得自己多么幼稚 不负责任 魏公子小的时候 经常去湖边抓鱼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爱吃鱼 而是江丰眠宗主带他去的 而且是秘密的只带了他一个人去 对外宣称魏无羡逃客去抓鱼 啊 为何 于香大为不解 江家的剑法是诡辩飘逸中 忽然刺出惊鸿一剑 前者变化多端 后者气势如虹 魏无羡缓缓缓道 这我知道甚至难练 有的人怎么都练跑剑的变化 有的人又怎么都赐不出那威力十足的意见 虽然这么说有点对不起江哥哥 但我听说 江哥哥是江家剑法 一直无法登峰造极 而紫电品阶更高 是上品灵气 江哥哥用紫电的威力远大于他用江家剑法 所以虽是江家家主 善用的却是瑜伽武功 这是的 从爹爹那听来的 于香道 魏无羡不想提江城的不是 跳过江城继续道 当年魏公子刚进来 是个完全不会武功的小孩 但他不管学什么 看一遍就会 一时名声大噪 他也得意洋洋 觉得自己不出十年八年 就可以成为一代大仙 而他这样的想法 哪里逃得过江宗主的眼 江宗主给了他十支剑 让他试试射剑 魏无羡天生就擅射剑 虽没怎么练过 但拉光射剑 十支剑权重把心 当时不过七岁 哇 魏哥哥太厉害了 我现在都射不到把心 厉害吗 当时的江宗主摇到头 蒙上眼睛 接连射出十支剑 你猜怎么样 既然是江叔叔 急避蒙眼 也肯定可以摆不穿扬 十箭重心的 于香道 魏无羡天生笑道 十箭射出后 把心上仅有一支剑 什么 难道九支都拖把了 于香惊道 前面九支把把红心 又都被后面射出的剑 尽数劈开 由尾枝头穿床门劈裂 碎得一地残渣 所以靶子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支剑 于香窗目结舌 说不出话来 哈哈 当时魏公子的表情跟你差不多 江宗主说 做到这一步 便叫他一些更厉害的武功 魏公子一直很想在江家留下名堂 能有一席之地 又特别想获得江丰眠的认同 他才七岁 晚上便溜出去一遍遍的脸 深夜都不归 所以有了叶猫子的称号 好几次师姐去找他 他都赶紧射杀一只野鸡 装作打猎 半年过去了 他与江宗主还是很大差别 无论怎么都射不出那样的剑 太难为为哥哥了 他还是个孩子啊 怎么能和大家族比 但江宗主不这样认为 魏公子也不这样认为 他非常沮丧 跪在江宗主面前 抽气地说自己无能 愚钝 怎么都学不会 江宗主便带他去西边 那里有一种非常滑的鱼 比尼丘还要滑数倍 且在水下一米多 游得还特别快 江宗主信手一抓 这鱼便被牢牢地抓在手里 他笑着让魏无羡来尝试 那魏哥哥抓到了吗 渔香问 嗯 经过了整整一年 无数个日夜千万次尝试后 他抓到了第一条 地带 两条 最后 一条 好